都知道洋房的涮肉好吃 但是洋房好吃的美食不只有涮肉 今天挑战 体现十小时吃遍洋房 早起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洋房胜利吃早点 洋杂汤一直都是这儿的王牌 不得不说洋杂汤的用料多 量也大 脆嫩软 弹四种口感 想要吃更好吃的牛肉烧饼 咱还是可以来找红姐 在圆圆胖胖的牛肉烧饼面前 丸子汤豆腐汤都是陪衬 这一定可以称之为白月光 不吃还得想 吃饱了 咱就开始逛他们当地的步行街 想要了解当地文化 就要先融入他们的当地生活 当地的居民 把他们自己家的宝贝全都拿出来了 所有的蔬菜 水果上就写了两个字 新鲜 即使再贵的水果 他们也让你先成后买 好吃的东西 它都是藏在这种小胶的脸 就比如本地人给我推荐的 华生家的八大碗 没想到在他们这儿吃米饭 都是用这么大的碗 所以咱在这儿的主线任务 就是干饭 吃中午饭一定要去西关市村 因为这里的清宴居 有洋房必吃的炒疙瘩 老板还给了我们一头 算了让我们救着吃 炒疙瘩加香醋 谁吃谁迷惑 三瓜丫头 在他们洋房当地也相当炸裂 他们家的丫头 跟外边还有点不一样 外皮都已经炸酥了 街辣虾桥在他们家 像是一道甜品 荣圣寨的门丁肉饼吃了 清新炸鸡店的大鸡腿也买了 下午加餐来吃个五福煎饼 这是洋房一代的必吃煎饼 用的都是师傅12年的手艺 甚至还能做到一边要香菜 一边不要香菜 洋房咱来都来了 所以涮肉也是一定要吃的 洋房涮肉的起源店 咱今天也打卡了 吃的是滴滴倒倒的 炭火铜锅配清水 这才是正经的好羊肉 懂得都懂这一口的韩菌面吧 我觉得也必须要羡慕一下 洋房的朋友们 从日落开始就能吃大排档了 有为的炭火烧烤 三个冰箱的凉菜 铁板 锡纸 炸串 应该也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氛围吧 你们要是没有时间去自博 他们这还有鲜烙的自博小饼 正经的自博烧烤吃饭 洋房确实好好吃啊 这不就是没好生活吗